大家好 我們之前曾經報導過 好幾次跟政治庇護簽有關的 尤其是在澳洲小粉紅打人 結果發現粉紅本人申請的是政治庇護簽 所以對這個話題我就特別感興趣 有個朋友他不在澳洲 他在美國 他說我在美國做過政治庇護簽 咱們就聊一下關於這個話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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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不能先說一下字節情況 是這樣的 我當初我是2012年來美國的 然後我來的時候是衝著做政治庇護來的 但是後來因為很多事情 我本身是沒有通過政治庇護 拿到綠卡和成為公民 但是因為我一來的時候 我是衝著政治庇護來的 所以說我的生活環境 以及我去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為了使政治庇護這件事情 變得可行去做了 所以說我對政治庇護 從一來美國就非常的了解 然後因為後來 後來因為我在國內做的是留學移民相關的工作嘛 所以後來我發現政治庇護是能養活我自己 就是說我能通過 我能去從事這個行業 所以說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面是替別人去做政治庇護的工作的 也就是說我替他們去做案子 我替他們去找找上一個律師 甚至說我會帶他們去 我會幫他們找到翻譯 帶他們去上庭 帶他們去面談 雖然我本身英語不太好 但是我能幫他們去做一個中介的工作 然後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二手在美國的話 所有的所謂的庇護 庇護律師樓 他們裡面坐著的一般都不是律師 就是像我這樣的中介 只不過他們有自己租了一個辦公室 然後會穿的比較像一個律師 然後同時他們的辦公室隔壁 會有一個空的所謂的白人律師的一個桌子在那邊 但是你永遠看不到那個律師坐在那邊 你只能看到他的一個牌子 因為這些律師他永遠是在庇護面談的那個辦公室裡面存在的 然後等我弄清楚這一切以後 那我也從事了這一行 所以我是見過非常多的政治庇護的人 然後因為我不知道你想了解政治庇護什麼 那我就想先說一下 在美國最常見的庇護種類吧 把最常見的分為宗教庇護 第二個是一胎化 你聽過一胎化嗎 一胎化就是計劃生育嗎 計劃生育 對 但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其實80後生孩子上面 你要做成一胎化 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為80後很多做一胎化的人 甚至是沒有孩子的 他們也能做成一胎化 就是說他不想只生一胎 然後他就可以申請這個庇護 對 他只要把故事說好了 說好中國故事嘛 他只要把故事說好了 OK 一胎化 然後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我還是一個很菜的人的時候 其實我只知道這兩種 就是宗教信仰 一胎化 對 再往後 我又知道了一個新的 叫做民運 對吧 民運 然後 然後這三種是比較主流的 當然了 我還聽說過有別的各種各樣奇奇怪怪的 但是我們中國人主要就是三種 然後當初 當初我一來 我在洛杉磯的華人圈子里面 我們是做宗教庇護的人是最多的 那你就會牽扯到一個東西 就叫華人教會 然後你就會發現 華人教會里面10個去華人教會的人 有可能8個都是要搬成這個庇護了 就衝著這個去的 他不是衝著性教去的 衝著這個去的 這是一個工作 這是你必須得去教會 因為那些律師樓會告訴你 你必須得去教會 你需要有一個記錄 比如說我來到洛杉磯以後 我第一週就開始去教會做禮拜 我在教會裡面是多麼多麼的積極 我是多麼愛這個信仰 我是多麼信這個信仰 第二個是說你要學會聖經 就是你在面談的時候 那些面師的人 他會問你聖經裡面的內容 他就真的會問得很細的內容 我見過一個人 面談觀被政治庇護的人說起來 會有兩種類型 一種叫做殺手 一種叫天使 殺手就是怎麼都過不了的人 天使就是你發揮的很差 他也會讓你過的人 只有這兩種人嗎 那兩種極端 都只有這兩種極端 不是天使就是殺手 因為你想只要這個人過了 他肯定覺得他是天使 但是如果說但是如果說這個人沒有過 對方是不是殺手 不一定 但是有兩種人他肯定是殺手 一個是亞洲人 一個是黑人 他們覺得這肯定是殺手 特別是亞洲人 亞洲人 亞洲人裡面會有台灣人 我知道你們都是假的 但是我還是得跟你面談 但是我手下居然有一個人 是從他這裡通過的 他也上來就說我知道你是假的 但是最後還是讓他過了 因為這個台灣人他是非常信基督教的 他說他非常非常信 然後我的那個客戶他也很信 他本來不信 他是衝著政治庇護去的 那個台灣人跟他談神經談了兩個小時 他是對答如流 因為那個女孩子他能把神經說得清清楚楚 是是是 那個女孩子現在已經博士畢業了 這個女孩他是真的信嗎 他是真的研究了一下 然後真的相信 他一開始不是 他一開始不是 他我說了他現在已經博士畢業了 UCRA的博士 他是一個非常能讀書的人 他一開始把神經當作一本書去讀 做題做題家 對他可以把神經背得非常的粗 但是他是真的信 我覺得他我一直去教會 我去了十幾年教會 我就不是很信 但是我喜歡去教會 因為我覺得環境比較好 但是他是真的很信 他對答如流 第二點 在這個庇護的面談過程中 還會問你一個 必然會問你的話題 就是你在監獄裡面發生了什麼 有的人會把故事編得非常的誇張 有的人會把故事編得非常的真 比如說有的人問 比如說有個人問 你在監獄裡面 他們給你穿什麼衣服 有的人會說 他們給我穿黑白條的衣服 然後人家說 你以為是在看金影嗎 中國監獄不可能給你 飛白條的衣服 對 但是有的人就會 把這個故事說得非常好 那麼這些故事 怎麼 什麼樣的人說得非常好 什麼樣的人說得非常差呢 那是律師樓交的 我以前見過一個 我以前見過 洛杉磯有個律師樓 他們是有集體培訓的 上午的課室獎 下午的課室獎 受害經過 打你哪裡了 你有多疼 有沒有拿電機放來電機你 電機下來的商是怎麼樣的 他們都能說得非常清楚 這是成了產業化了 這種產業化就好像以前我們考GIE 考托福什麼的這種產業化 對那個時候非常的誇張 然後2011年 我是2012年來的美國 2011年開始紐約就抓了一批律師樓 然後2012年那一年 洛杉磯有家老馬家 老馬家的那個律師樓的話 所有的案子全被拿上去查 然後有的拿到了綠卡也被反對 那件事情鬧得非常大 那一批人裡面 就是有的人是找這家律師樓 有的人是找那家律師樓 但是找錯了一家律師樓的 就找到那一家的人 到現在他還在官司中 就是他還沒有從官司中脫離出來 然後那我做的事情 我沒有培訓的 我只是你們跟我說什麼 那我肯定把你當真的 我只是幫你把案子遞交上去 所以說我也不敢去做任何假的東西 我只是幫你 因為這就要說到 就是他們辦庇護的有個流程問題 就是說辦庇護一開始就是第案子 第案子完了以後就是面談 你面談能過你就能拿綠卡了 但是面談過的機率就百分之十幾 100個能過個十三四個 也算是很好的了 如果你面談不過的話 你就開始上庭 大庭小庭不斷的上 有的人上十年 上到最後的法庭上完以後 他會簽一個協議 這個協議無非就是我給你一個公卡 你可以在美國生活 但是你不能回國 你所有的一切跟美國人是一樣的 你也能報稅 一樣的也不是一樣的 但是你享受不了那些 比如說讀書優惠的福利 這種東西沒有 但是你工作是能讓你正常生活 它最後是這麼一個流程 對然後 這就大概庇護的一個東西 然後說到澳洲的小粉紅 就是說你 你說的意思無非就是說 他為什麼 他既是要申請政治庇護 然後他又那麼維護這個共產黨 是吧 對 其實這兩個是沒有關係的 對辦政治庇護的人來說 他們只是想通過一個方式留在國外 他們知道國外好 他們知道國外好 對他們知道國外好 但是我們中國人最大的一個問題 死掉面子 說白了愛國愛的是什麼 愛國愛的是自己的面子 並不是說這個國家 他們知道這個國家是什麼 他們完全知道 然後他們也沒有想清楚一點是 他們有機會辦政治庇護 恰恰是法輪功這些人 或者說民運的這些人 給了他們的機會 就是說如果沒有那個 那個維尼大帝是吧 他們這樣的民運的人 或者說沒有法輪功這樣的人 就不會存在宗教庇護這個事情 美國或者說其他的國家 他們知道中國 並沒有對基督教有那麼的迫害 是有迫害的 因為我知道 在中國也參加過基督教會 他們之所以會把這個宗教庇護放在那邊 是因為他們是因為一開始的一些真正的宗教的迫害 比如說法輪功 比如說有一些比較極端的一些迫害 是為了這些 他是為了給這些人機會 但是是我們中國人把這個做成一個產業 去鑽了人家的空子 這個空子一直沒有賭上是吧 沒有賭上這個空子 空子一直還在 其實是這樣 後面說的是我聽說的 是我根據經驗 我也感覺得到的 就是說 美國的政治庇護的通過率 它一直有一個數字的 比如說 洛杉磯是15%比較高 紐約可能16%也比較高 其他地方就比較低 然後你會發現很明顯的 越年輕的人他通過率也是高 這是我們自己的感覺 就是說美國人他會給你一定的通過率 使這個政治庇護存在變得有意義 因為如果你這個政治庇護是所有的人 假的你都通過不了 那你一年又可能通過不了一兩個人 那你這個政治庇護存在那邊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他們會去挑選 什麼樣的人該讓他過呢 我認為他們會讓一些 將來有機會為這個國家做出貢獻的人過 因為我很明顯的發現 比如說政治庇護我做的那個女孩子 她能把聖經給背得那麼透 說明她有一定的學習能力 有的人會把面談準備得非常的好 那她肯定比那些對面談不上心的人 也更有能力在這個國家生活下去 比老人家 你讓老人家通過 她工作個10年她有可能回去了 或者說她有可能就吃你的福利了 那我不如讓一些小孩子 我起碼看過 我起碼可以這麼說 10個在美國拿到政治庇護孩子當中 起碼有5個現在是名校畢業 就是我說名校UCRA UC Berkeley 我現在一邊說 我一邊腦子裡就能講到 另外的三個有可能現在已經做小老闆了 通過打工 然後開一家小飯店 或者開一個快递公司 有一個我腦子裡想的就死掉了 就是拿到了綠卡 然後去Vegas打工 然後賭博吸毒 然後就死掉了 那也有 那還有一個就是很普通的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通過率是這麼 我覺得是有這個關係去設置下去的 然後對於 還有一部分的人是說 半政治庇護的人 他不一定想要綠卡 這樣的人是佔了很大一部分的 比如說年齡超過45歲的人 他拿了這張綠卡和不納 這張綠卡是沒有意義的 他要回去 他要的是在這裡賺錢 他要的是你 我賺錢的時候你不要來煩我 我是合法賺錢的 然後有的人他就是打了十年的官司 上了十年的庭 他完全無所謂 他打完十年的工 他已經把他的成本給撈回來了 他一想回去了 他就帶著他的錢回去 嗯 還有的人他拿到了綠卡 還有人他拿到了綠卡 過了十年他也回去了 他還能把自己的綠卡給賣了 他怎麼賣呢 他就走之前 我不知道你聽沒聽過 賣身份 他可以把自己的身份賣了 他走之前可以去申請很多信用卡 他可以去買一兩部好車 有專門的人會收他這些車 和收他這些信用卡 他們在拿這種信用卡去賣 各種的gift card啊什麼的 所以說你有時候會看到海外代購 他們賣的價錢比你在美國 在澳洲賣的還要便宜很多 那是有可能的 因為他們的gift card是這麼來的 然後他們有可能 我見過有的人在美國十年 一分錢都沒有宰下來 就是靠賣身份賣了一百萬人民幣 這個賣身份其實就是用他的身份 然後套一些錢出來是嗎 對 然後我就不要這個身份 對 他就再也不來了 這不叫賣身份 這叫騙錢嗎 這叫把自己的身份拿來騙錢嗎 信用記錄什麼的 對他來說 對他來說他認為是賣身份 其實是有這種詐騙集團 刷夾卡的 說白了就刷夾卡 去做這種事情的一個專門的中介 這又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小聰明 對吧 又是中國人的小聰明 這個行業是跟著 比如說你陪我去買輛車 用你的身份買一輛車 這種行業是串在一起的 去買假買買買買買明開包 有的人會說啊 你只要進去幫我買一個包出來 我就給你兩百塊錢 那有的小孩子就會去幹 那如果真的查到你是也是非常嚴重的 嗯對然後 基本就是這樣吧 然後然後我們也見過很多 美國因為辦了政治庇護還救了命呢 就是我身邊就有兩個非常直接的例子 40幾歲的人來辦政治庇護 身份沒拿到 後來生了很重很重的病 在美國比如說咽喉癌這種的 給他看病看了一兩年 帳單寄過來有可能三四十萬美金的 然後看完了 健健康康的也就回去了 到現在也就五六年了 反正我也不知道說的很亂 全部是美國Medicaid的直接就cover掉了是吧 他們根本就不用Medicaid 他們根本就不用Medicaid 因為他們沒有身份的 我陪這樣的師傅 就是參觀你的師傅去看過病 他們根本就沒有Medicaid 你進去了 你跟他說這人是沒身份的 你有身份的很麻煩 你有身份的他要看你是什麽 你是綠卡 你是公民 你的收入怎麽樣 你婚未婚 特別麻煩 你跟他說沒身份了 ok進醫院開刀 因為美國開刀很快 他看你是急診 上午一看是急診 下午就開刀了 然後我就會替那個師傅問 我說師傅沒有錢的 他其實有錢的 我說他沒錢怎麼辦 他說錢我們醫院是不管的 我們會給你介紹一個人 你去跟他談錢 然後那個人會跟你說 你沒錢 我就給你各種各樣的 你可以找這個地方要錢 那個地方要錢 我們就簽一些東西 那些帳單都寄給他們了 因為你是沒身份的 對所以帳單不會寄到你這裏 就這樣的 反正就這樣的兩個師傅回去了以後 我也一聽到 看到他們在微信裏說祖國繁榮昌生 因為他們在美國婚得不好 他們會覺得他們會說美國不好 他們會回去說就是因為美國不好 所以我們回來了 所以我們還是投奔祖國了 他們沒有告訴別人 我遇見過一個女孩子 她生假抗威相 我就聽這麼說 假抗威相 美國的醫生是當上給他開的刀 他回去了他跟我說 他說成都的醫生告訴他 這個刀在中國沒有人敢給你開 就是沒有人敢在你那個時候一刀給你下去 他說你在美國只有他們才能 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種事情 但是他依然 對但是他依然也會在朋友圈裏發讚美祖國等等這樣子 對他狀況是這樣 我說的這三個人生病的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家飯店裡面發生的 他們這家店三個人都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對反正大概 因為庇護中間的事情還是蠻多的 我也不知道我說什麼 我就大概給你介紹一下 我主要想說他們親裡想什麼 和他們辦庇護是沒有關係的 這樣子我來問您一些問題 首先我就感覺是這樣子 美國他知道你們 就像剛才那個台灣人一樣的 他知道你們都是假的是吧 或者你們99%的99%都是假的是吧 那麼我也認了 因為這個通道我必須要留著 我必須要留著 有必須留著 然後既然你們都是假的 我就在你們假的裡面找一些相對能力 比較可能會比較強的對我們有貢獻的人 我就把你們弄進來 是吧 我首先控制這樣一個指標 只有這麼多人能進來 然後這些人都確實是有能力的 然後進來 剩下人我也不給你們趕盡殺絕 也就是說比如說到了10年以後給你們安排工簽 能工作工作不能工作的 你們就自己選擇回去 是吧 大家都可以 都有一個 怎麼樣 最後可以結束的這樣一個方式吧 首先讓年輕人過得更多 就是這種想法 是我個人想法 就是我沒有任何證據的 是我通過那麼多年看的這個 通過的比例是看得出來的 第二個 也不是說年紀大的 他就完全不讓過 只是說他過的比例會更小一點 他過的比例會更小一點 而且你會很明顯的看到 如果你的情況是很慘的 比如說 你一個媽媽帶著兩個孩子 你往往都會能過 和你發揮的怎麼樣 有時候的關係不大 第二個就是說 美國不是說他不把你趕進殺絕 是美國沒有辦法把你趕進殺絕 因為美國打黑工 到處都是打黑工的 但是你沒有工卡 你也能打黑工 你打黑工 你打黑工 他們只會造成治安或者說稅收方面的損失 對 他們情願去給你一個正常的身份 這樣能收你的稅 這樣你也不會有太多的那種 無鎮駕駛撞死人 這種事情發生 它便於管理 是 所以政治庇護在美國 我知道在美國是一件有一定成本 但是你也可以零成本 但是一定是零風險 然後最後一定是有回報的事情 不管你是拿到綠卡還是拿不到綠卡 還是打工什麼 一定是有回報的事情 我可以這麼認為嗎 我想說的是就是說 首先你在美國你想拿到綠卡 你肯定是能拿到的 只是看你有多想拿到 政治庇護它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你的身份不會失效 就是說如果你是在美國讀書 你是個F1簽證 你OPT過了以後 你就沒有身份了 那你就是黑了 你黑了以後 你找一個公民和你結婚 你都是拿不到綠卡的 你需要去做個weaver 照610我忘了 反正你要去做個weaver 你要去找一個律師幫你去 說很多很多理由 也要花很多錢 說為什麼我黑在這裡 為什麼我現在還要留在這裡 我家裡人需要我 但是只要你是辦政治庇護的 哪怕你面談沒有過 你是在上庇的期間的 只要你能找到一個公民和你結婚 或者綠卡和你結婚 你不用weaver 因為你的身份是正常的 因為你是政治庇護 所以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所以又有很多年輕的人 越來越多的留學生 因為現在留學生出來不像以前 都那麼有錢 有的就是家裡一套房子賣了 所以說他們有個任務是 你怎麼都不能回國 所以說他們在留學 拿到畢業證以後 他們會做一個動作 他們會回國 因為政治庇護規定了 你要在住近一年之內 你才能去辦 也不是規定 如果你超過一年了 基本就肯定是不會過的 所以說他們會回一次國 然後再申請旅遊簽證再進來 然後他們就會舉辦政治庇護 因為年輕人 他們也會在這個過程中 有的人就拿到了綠卡 有的人就打工 或者說繼續去讀書 有的人就找到了綠卡結婚 公民結婚 他們就慢慢的 能變成一個正常的身份 再有的人 他沒有讀書 他打工五六年 他的案子已經快結束了 所以已經快打到最後了 他有錢了 他可以找人假結婚了 所以說你在美國你想拿綠卡 你走對了路 你是肯定能拿到綠卡 我從事這個政治庇護的工作 因為一開始實在是沒有門路吃飯 所以說做這個會做的 做了兩年多比較多 兩年多以後我去做投資移民 就是做那個區域中心的投資移民 就我看出來的東西 你花50萬投資移民 你不如去辦政治庇護 因為投資移民會被騙 因為投資移民一上來 你會覺得你收益很大 為什麼 因為投資移民的那張零食綠卡 非常好拿 你錢進來了 他的項目只要打個地基 你就能拿到零食綠卡 但是你那張零食綠卡 在兩年以後 你要換真正的綠卡的時候 如果這個項目 他是沒有完成到一定指標的 你這綠卡就沒有了 你這錢也沒有了 區域中心全款跑路的人很多 非常非常的不靠譜 我那時候覺得 我覺得非常的不靠譜 而且一旦你區域中心的項目沒有了 你的身份就失小了 你是沒有去拖的可能性的 不像政治庇護 10個政治庇護 有8個是在那裡拖時間 他就是在那裡拖著而已 了解 了解 你投資移民 其實你也有投入 剛才我們講 政治庇護是零成本 然後零風險必須有回報 你投資移民你是有高投入 你要投錢 然後你還有風險會被人騙錢捲走 然後你還未必有回報 你還未必能辦下來 是嗎 對 而且零堂已高 還有就是政治庇護 政治庇護的風險就是不能回國 政治庇護的風險就是你辦了 你不能回國 對 這就是我講問的 政治庇護有沒有任何的風險 就是辦期間不能回國 但是你一旦拿到綠卡 你是可以隨時回去的 是吧 沒有人會追究你說 你不是說被迫害嗎 怎麼又回去了 是這樣 我身邊所有政治庇護的人幾乎都回國 就拿著政治庇護的綠卡回國 但是我沒有 因為我身邊沒有名譽的人 我不知道名譽的人 能不能拿著政治庇護的綠卡回國 因為是這樣 你拿著政治庇護的綠卡回國 國內是不為管理的 他能查出來嗎 能查出來你是持什麼簽證在美國的嗎 我個人覺得他們想查他們肯定查得出來 因為你出境的時候他要看你的綠卡了 你的綠卡上面有標記了 比如我現在已經太久不接觸了 我忘了 婚姻的是ABCD的E E5 我記得 我記得 庇護的綠卡C8 都很明顯 你一看這個 你一看這個代號 你就知道這人是庇護的 那如果說 中國的海關要去查你 他一看 他其實是可以拒絕你入境的 但是他也OK了是吧 你入中國的境他不看你綠卡 我的意思是他出境的時候他會看你綠卡 很多人說政治庇護的綠卡不能回國 他們說的是你回國以後就不能入境了 他們說的是你入境的時候海關會問你 你不是說你被你的國家迫害嗎 你為什麼還能回國呀 他會這麼問 我是聽說這種情況有很多 但是我沒有看到過任何一個 真的說沒有入境的 就每一個人 我那個時候我身邊很多朋友 他都問我我想回國 你覺得我能回國嗎 那我們這種人不能說你肯定能回國 我只能說我沒有見過一個人是回不來了 所以說大家都回去 大家都回去 那現在我們知道兩國歡喜非常的緊張 那麼有沒有這種趨勢或者說 因為我首先我知道在澳洲 在前兩年曾經有人提出來一個很強烈的質疑 有一些伊朗人 他們是持政治庇護的拿簽證的 他們說我在伊朗被迫害 然後這些人被發現他們經常往來與伊朗跟澳大利亞之間 然後媒體就提這個問題 既然這些人說他們是被伊朗迫害的 為什麼他們可以經常這麼來 而且回去結婚 參加婚禮什麼東西的 似乎要么你在說謊 要么就是我們這個簽證本身出了問題 就不應該給他們簽證 在美國沒有人提出任何這樣的質疑嗎 我覺得肯定有 但是我的確是沒有去了解這種東西 我覺得是肯定有 但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美國哪怕他覺得你有問題 他也得去調查 如果在美國你要去調查一個人 這個簽證具體是不是有問題 我相信他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了 他們不會去願意做這個事 所謂的那些拿著政治庇護的人被趕回去了 那是他本身犯錯了 他犯罪了 那在查別的的時候 查到你是一個政治庇護的人 你拿了政治庇護的立法 那不用客氣啊 我有理由把你趕回去啊 對 我有理由把你趕回去 然後說兩國之間的關係 那照理說如果說中美關係越差 那你們就是政治庇護應該通過率越高 那其實這兩年沒有 這兩年的通過率是越來越低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來說 兩國的關係差 只會給從事政治庇護這個生意的人 想到更多的故事 OKOK了解 只會給他們想到更多的故事 比如說我是 我是白紙運動的 我是白紙運動的 你看我舉這個白紙的人就是我 我是因為我就想到池子 對 我覺得這樣的名人不太會 我覺得不太會 可是他這個做法很明顯是在 很充分了 很充分了 他拿這種屁是很充分了 可以這麼講 是在給自己找證據 然後我上次也跟你聊過鳳姐 很可笑的是鳳姐的政治庇護 面談是沒有過的 就是他的面談官覺得 他屬於被迫害了 我一直覺得 鳳姐 他屬於被迫害了 如果按我的理解 他比很多人 都是更像一個被迫害的人 但是他一開始應該是沒有過了 現在他有沒有過 我不知道 所以說 對 所以說他們 美國 畢竟政治庇護的人 你看上去很多 畢竟還是一小部分 然後政治庇護的人和留學生之間 就很嚴重的隔閡了 我見過 我見過一個留學生 跟一個政治庇護的女孩子談戀愛 然後兩個人到後面 因為一些矛盾 那個留學生直接說 你是犯政治庇護的 意思就是說你是出賣國家的 他就是這樣 就是留學生特別 你的節目中應該有很多留學生 留學生是特別看不起 辦政治庇護的人 可是其實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辦政治庇護的所有的人 他們到最後讀書讀完了 他們都比那些留學生要牛逼的多 他們都是 每一個都是改變自己家庭命運的人 而不是被家庭改變命運的人 那些留學生是完全沒有資格 去看不起辦政治庇護的人 那些人 因為我也聽你說過 我也聽你說過 你表達的意思就是說 你覺得用政治庇護留在一個國家 這樣的方式也是不支持的 你看我一開始是想辦政治庇護的 你現在問我支持政治庇護留在這個國家 我也不支持 我也是不支持的 但是我想說的是 辦政治庇護的人都是沒有辦法的 他們有可能親其全家的能力 只能把他們送到美國 他們在小時候也沒有接受過很好的教育 然後也沒有那麼多錢做一個留學生 來到美國 也沒有那麼多錢去做二三十年的準備 做技術移民來到美國 這是他們唯一一個來到這種比較自由的世界 去給自己家裡的人 爭一個未來的這麼一個機會 那政治庇護給他們開了這麼一扇門 每一個能通過政治庇護拿到綠卡 並且在美國活下來的人 我覺得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如果他們的起點會高一點的話 他們也能做成功很多事情的 然後大部分政治庇護成功的人 他們都很珍惜他們現在的生活 您這個角度也確實很有意思 他們就是因為起點低 所以他們才選擇了一條不得不選擇的路 然後就說因為尤其是年輕的人 他們既然走了這條路 就要把這條路走得很好 而不是就說 不管是像留學生他們家裡有錢有事的 他們也無所謂 然後也不管是像那些四五十歲 就是未來混一個打工的一段時間的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本質 同樣申請庇護錢他們是有本質區別的 對 而且我在跟你說的同時 我還想到你看我們中國 越支持黨和國家的人 他的層次反而是越是低的 對不對 他的層次反而越是低 那些層次高的人他嘴巴上不支持 其實他並不支持 但是層次低的人他是真的支持 可是你看辦政治庇護的人 他的層次是和那些人是一樣的 他們卻能從那些層次的人裡面 跳出來我要來美國 他們是比所謂的優秀人才中的人才 更少的那一部分 因為他們的周邊全是那些層次的人 全都是中黨愛國的人 對 他們到最後拿到了綠卡 還很支持自己的國家 就是個面子的問題 我覺得 就是個面子的問題 他們並不是真心這麼想的 但是他們可能還是為了生存什麼的 還要表達一下 是吧 就是並不是精神分裂 只是他們並不是精神分裂 他們只不過是實用主義者 很強的實用主義者 而且他們因為有的人 因為畢竟他的文化水平低一點 他們是會相信就是說我們要抱團 我們在國外要抱團 我們的標誌就是個中國人 我們把中國說的非常的不好 對我們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家醜不可外揚 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人群的話除了他們比如說比較打拼 然後經濟上面可能比較更好一點以外 但是他們有沒有原罪感 他們有沒有覺得我來的時候其實是有原罪感的 因為我是言不由衷的 當然有 我以前問過很多人 我說你現在來教會 你會不會想到你當初來教會的目的 是想辦政治庇護的 你並不是信這個教會的 他們說會 他們說會 他們說我們也盡量 其實在美國或者在澳洲 大家都會問一個問題 稍微熟了一點 你是怎麼來美國的 你是 有的人會說我是旅遊來美國的 有的人比較傻 有的人聰明一點的話殺個狂 我是來讀出的 那你是怎麼拿到綠卡 所以說 漸漸的像我們就不會去問人家這個問題 你是怎麼留下來的 很尷尬 你從來聽不到人家說 或者我這麼說 有的人他會主動跟你說 我是留學或者我是工作簽 如果不主動這麼說的人 這些人絕大可能 很有可能他們就是拿這樣子過來的 拿綠卡的 所有人都會說自己是拿工作簽的 但是他經不起問第二個問題的 你是怎麼專業的 然後就是說說說說就會漏線了 但是像我們 我們一看這個人 我們就會知道他是怎麼來的 年紀上看得出來 但是像我說有一些人 他是通過政治庇護來的 然後他一直是在讀書 讀了很好的學校畢業的 那這樣的人 你問他您是怎麼來的 我就看 我就見過我的朋友 別人問他 你是怎麼來的 我朋友就說 我UCRA讀的CS 然後Berkeley研究生畢業了以後 通過工作留在了谷歌 然後我拿到了工作簽證 沒有問題 沒有人會懷疑他 所以像他們這樣也算是上岸了 上岸他們可以很圓滿的 來解釋自己怎麼來的 來掩蓋自己的 他完全的解釋得出來 但是如果是一些 現在比如說比較好的情況了 他開了兩家快遞店 他開了兩家小餐館 這樣的人也沒有人會問他 你是怎麼來的 大家都明白 心照不宣 大家都明白 然後留學生 基本上是不會和我們玩的 他們會和我玩 因為我也學生真的 他們是不會跟他們去玩的 他們留學生的世界 和真正的這些人是兩個世界 完全是兩個世界 很少有機會 會有一個留學生進入了這個世界的 當有一個留學生進入了這個世界 我就想到北京的男孩子 你們都是辦政治庇護的 就是這樣 但是事實是什麼 事實是他沒有本事留在美國 後來他的女朋友留在美國了 他只能回去 他家的條件非常的好 他也沒有辦法留在美國 那你有什麼好牛逼的呢 你是北京人或者怎麼樣 對 這樣子回去以後肯定 因為你越是得不到 你越是酸他 回去以後就越化會覺得 我之所以就是我不想待 不是人家不留我 人家不想待 對 他就是這麼說了 他說我工作也找得到 他是賣保險的 我工作也找得到 怎麼 我是不想留 我當初和他結婚 我也可以留在美國 他會這麼說 那我們大家都理解 我們也會哄著他 因為那個小孩像個小太子一樣 就是你得哄著他 他其實沒比我少多少 但你什麼都得哄著他 反正 那為什麼我比較主動想跟你說 這個政治庇護的是 因為政治庇護裡面的故事 其實特別特別多 就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 我今天跟你主要說的都是東教庇護的 還有一胎化 我還見過一個22歲的女孩子 和他23歲的哥哥辦一胎化 然後也留下來了 他們沒有孩子的 不可能有孩子 那是表哥 他不是親哥哥 對 那中國人沒有辦法 你一個國家好的話 大家為什麼要拼著命的去想 想盡各種的辦法去留在別人的國家呢 然後你知道嗎 我陪人去 我去過洛杉磯的面談的地方 去過休斯頓的 我去過舊金山的 我就陪人去面談 你是個難民啊 你是個難民啊 你是等著別人去叫你的號的 坐在那裡的每一個人都是個難民啊 像我去的時候 我都要穿著自己乾乾淨淨的 我說白了 我也要面子 我就想 我是來幫人家辦事情的 我想跟他們區分開來 我也會有這種面子吧 就是一個一個國家 那麼大一個國家的人 到別人國家要那麼可憐兮兮的 因為你還要裝得很可憐 哪怕你不可憐 你去面談 你不能是高高興興的 這麼去面談 是 你必須得掺得很慘 然後最好 很憔悴 有點眼淚 對你必須得這樣 為什麼要他們會那麼可憐的 去留在那個國家呢 然後反過來過了幾年 這個國家給他們賺到了錢 給他們很好的生活了 然後當他們看到 在這個地方 有人說他們的祖國不好的時候 他們一無反覆的去反抗 去為自己的國家說話 這個國家的老百姓已經夠愛國了 我心裡是這麼想的 我覺得他們已經夠愛國了 只是真的很可憐 沒有辦法 他們透過自己的努力去愛國 前面你說百分之百 你說百分之百這些人 沒有一個是真正的政治庇護的 你這麼確定嗎 我沒有見過 我沒有見過 然後這句話也不是我一個人說的 因為美國它對於政治庇護的 真正的要求非常高 我就這麼說 鳳姐沒過 鳳姐沒過 你覺得呢 然後池子 如果說他是說實話 他也過不了 你覺得池子回去會怎麼樣 封殺了 封殺了不是一個政治庇護的理由 你沒有受到生命的威脅 對 你沒有受到生命的威脅 然後我覺得 我們假設說 池子說維族的男孩 也是說脫口秀的卡姆 卡姆來他能過嗎 如果他出的來的話 少數民族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我以前在法國讀書的時候 我在法國的時候我就接觸過這樣的人 我那時候非常的奇怪 我在想法國為什麼有一個團體裡面 都是維吾爾族的人 為什麼都是維吾爾族的人 因為我以前轉出我的公寓 就會來很多維吾爾族的人看 然後他們的漢語也不是很好 後來我才明白 原來新疆人維吾爾族的人 和我們半批戶是不一樣的 我也從來沒有接觸過維吾爾族的客戶 他們不會找我們或者找那些中介 我覺得他們有他們的渠道 他們有他們的團體 他們是和這些人是不一樣的 來自中國的少數民族 藏族 維吾爾族 甚至包括蒙古族 他們可能跟漢族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政治庇護的通過率 或者說真實性的 是和你出來的難度成正比的 你越容易通過政治庇護綠卡的人 照理說你應該是越難得出來的 如果你很容易出來 你肯定通過不了 半政治庇護 基本上必須的 你是要有個簽證的 你偷渡的人是辦不了政治庇護的 你偷渡的人要先進移民監獄 找律師把你保出來 再給你打官司 你才能拿到綠卡 政治庇護是拿著簽證進來 面談以後通過或者打官司再通過 那你想他有個簽證 如果你真的是受了那麼大的迫害 你怎麼能拿到護照 怎麼能拿到簽證 維吾爾族的人 他如果是能通過簽證出來的人 肯定有他的辦法 或者說維吾爾族的人 這是矛盾的 或者說維吾爾族的人 他有一個團隊 有個團體是能幫助他們 以另外一種方式出來 然後有美國政府 給他們另外一種政治庇護的綠卡 他們有可能 因為政治庇護也分很多種 中國人就是這三種 什麼伊拉克呀 什麼這種地方的人 他們有他們的另外的東西 我覺得維吾爾族的人 有可能是跟著這種 伊斯蘭的國家 他們的這方面的一個政治庇護的 那條路去走 所以說在這方面 它不屬於我們討論的 說百分之百是假的 我說的百分之百假的 基督教 我覺得基督教百分之百 法輪功呢 我覺得有基督教這個政治庇護的 就是那麼龐大 就是因為法輪功給他們的機會 法輪功我覺得一開始是真的 但是我們在我來的時候 我身邊有很多法輪功的人 他們通過法輪功留下來的人 裡面東北人比較多 朝鮮都的東北人比較多 但是往往法輪功的人 他們真的信法輪功的 他們才會選擇法輪功 因為你一樣選擇宗教庇護 你選擇基督教 你更容易去找到資源 你更容易找到教會接納你 而且那些教會 它為了有更多的人來信 因為基督教的門檻很低 你只要願意來我就接納你 哪怕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要通過我辦庇護的 只要你來 你這塊的意思就是說 法輪功的群體對於他們是有提防的 有人萬一要來想冒充信法輪功 然後走這條路 我不信法輪功 但是我覺得法輪功比基督教純粹 就像你那天採訪的阿姨 我應該叫大姐 我覺得大姐不管大家怎麼看她 我相信她是真的性 她是真的性的 她是真的性 我們不評價她這個功怎麼樣 她是真的性 我見過所有法輪功的人都是那個樣子 然後我有個朋友家裡就是法輪功 她從來不跟我說法輪功好 所以說你前面說你們百分之百都是假的 其實在法輪功這塊真實力還是挺高的 你的意思是嗎 是早的一批的法輪功 然後在我的這個世界裡面 我說的百分之百都是假的 我說的是基督教 OK 但是你知道在洛杉磯 基督教教庇護的這個比例高到嚇人了 華人教會很龐大 然後大家都是你過了沒有 你什麼時候面談 你隨便去問 他都是這樣 然後上岸的人馬上就會教下面的人去找哪個律師都好 怎麼做 怎麼怎麼樣 到處都是律師樓 在洛杉磯到處都是律師樓 你以後去洛杉磯可以採訪律師樓 可以 非常好 民運的你不了解 是吧 法輪功那個你也做的不是很多 首先庇護和一胎化他們都會去教會 這兩個 然後說 對 法輪功我了解的不多 因為法輪功到了後期就很少了 法輪功到後期我覺得 我覺得按法輪功去做為政治庇護理由的 我覺得都是真的 但是真的是什麼意思 真的是說他是真的練法輪功 那不代表他練法輪功 練到被人用電棍機 拿辣椒水教他 教他眼睛 讓他蹲在那裡三天三夜 不讓他吃飯 所以說你的意思是說他們雖然信仰是真的 但是可能他們經歷是有編造 百分之百是假的我覺得 但是法輪功不是信真善忍嗎 他們不是信真善忍嗎 那麼這意思你在指責這些 法輪功的信徒是在撒謊 我不了解法輪功的教育 我只知道基督教也講真 但他還會說一句 每個人都是有罪的 上帝會原諒你的 他們有一個犯罪的理由 他們的神會原諒他們 他們會自我原諒 那我就沒辦法了 這個有點像 他們覺得我現在這麼撒謊 是為了更好的能夠傳揚法輪功 我是為了讓我自己活下去 我的神會讓我會允許我活下去 他們會這麼自己 當然了我不能百分之百說法輪功是假的 但是就我了解的 他們沒有被迫害的那麼慘 因為美國人他對於 你被破壞到哪一個程度的要求太高了 就這樣的人他出不來 他怎麼會出來 你剛才說的有點讓我想到 伊斯蘭教裡面叫做塔基亞原則 就是說你不能說謊 但是在你不得不的時候 你是可以說謊說我不信我這個教 你是可以撒謊的 就是有點這種感覺 就是摩門教好像就不行 像我接觸過很多摩門教的人 我一直覺得撇開這個宗教裡面的 亂七八糟都是不談 我覺得摩門教的人才是基督教這個系統裡面 最讓我覺得很虔誠的人 他們是真的會苛責自己 早起 我也接觸過一些 對我也接觸過一些 的確是的 好 因為時間也比較久了 戰友你比較多時間 我們最後再問您一個問題 最後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一些 剛才你說了大部分人拿到了你以後 其實是他以此為恥的 不太容易去談這個東西的 然後他們其實也是 或者說對於祖國是有 還是嚮往祖國的 至少表面上講 有沒有人拿到了這個以後 他其實是對於在美國也好 融入當地文化 或者說對美國這個value 這個價值觀體系 就是非常越來越推崇的 就是他拿這個正癖 他是作為一種留在美國的手段 但是到最後就反而變成了忠實的美國人 當他大部分都是這樣 大部分是你說的這樣 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這樣 就算嘴上說的是中國 好好好 他其實內心裡面也是這樣子 嘴上這樣說的人 嘴上這樣說的人也是很少 當他們真正的拿到了綠卡 甚至說成為公民以後 他們的最後的一絲顧慮都沒有了 那個時候他們說出來的話 都是實話 哪怕他說他愛國 國家好 他說的也是真心話 他覺得面子很重要 像你說的這樣 真正的融入 他融入美國社會 這個不敢說 但是他喜歡美國 他愛美國 這是大部分的人 而且越是年輕的 接受的 就是在美國接受的教育 越是多的人 他越是會這麼去講 這麼去做 這跟你接受的教育有關 而且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是那樣的 我可不可以這麼理解 他有可能會說中國的好 但是他一定 也有可能說中國的不好 是吧 但是他一定會說美國的好 他肯定會說美國的好 就像他們會說 美國給了我這個機會 這是一個 第二個來說 說中國好的很多時候 是因為他不知道跟他說話的人是誰 因為當你成為了公民以後 過了十幾年二十年以後 你的周圍已經不是全身 一開始你周圍的人都是半屁股了 一開始全是半屁股了 漸漸的你結婚了 你生孩子了 你孩子有同學有家長了 漸漸的 你身邊有很多人是當初的精英 那些精英 有可能現在跟你的生活水平是一樣的 但他們的想法 他們是受這個主國照顧很多的人 你不知道你跟他說話的是誰 要照顧他的感情 對 當他一聽說你 一聽你的語氣 他馬上就第一個反應 你是怎麼來的美國 你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不滿 照理說我們這樣的精英 我們那麼成功的人 對主國不應該有那麼多的不滿 他們有不滿是他們的事情 我們不該有 所以說他不知道跟他說話的是誰 好的 也只有像您這樣 在這個圈子裡面混了很多時候 才能夠摸清楚心理上的微細微的差異 我個人感覺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然後我再多說一句 因為我現在在鳳凰城在Phoenix 然後這裡有個ASU 我現在突然發現上個禮拜我去教會 跟那一桌都是博士 那一桌都是博士或者博士後 小孩子 因為我三十七了 他們就二十三四歲 我一開始是不敢說任何國內的任何事情的 因為我想留學生 然後家裡條件比較好 後來我發現不是 我覺得現在的留學生 要比當年我來美國的時候 留學生腦子清楚的多的多 特別是這幫博士 那一天正好是習近平連任的時候 我們正好說到了基督教中的 就是說耶穌有罪 大家是通過投票去定他的罪的 然後我說這是全過程領主 然後我嘴裡一下子 哎呀我都說這個話了 然後他們就兜笑 他們說哎呀這種就不要說了 怎麼怎麼的 就在這裡說 然後還當成了一個台灣人 你是哪裡的人呀 你敢說嗎 就是在調侃他 就是大家覺得我發現現在的留學生 特別是那一批的人 真正的精英 真正的精英其實完全清楚 對 而且沒有一個人 在座的那天有十幾個人 沒有一個人 我看他們的表情 我比他們大很多 我看他們的表情 有什麼奇怪的 沒有一個人覺得這是不對的 沒有一個人覺得這是不對的 就覺得已經爛透了 就那樣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希望 我私底下聊的很多朋友 包括也美國的 剛才你講讀博士的 或者怎麼樣子 真正的精英大家心裡都清楚 對 再回到我們開頭 只有底下那些按照馬斯洛的心理需求原理 他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寄託的 才會把什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為一個精神的唯一寄託 對 然後奶爸的聽眾或者觀眾 那些辦庇護的他已經很不容易了 已經是從那些底層的人裡面跳出來的人 只是他們有時候受的教育 實在是沒有你們的那麼高 起點實在是比你們的低 他們的腦子沒有那麼的清楚 並不是說他們有多大多大的問題 我也比較反省 我之前講的辦庇護 主要是因為我對庇護 其實完全不了解 這個人群完全不了解 當我了解了以後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一分為二的 很多時候 我問過幾個學生 就是說辦庇護 然後讀了很好的學校 找到好工作的人問題 我說你現在是公民了 因為我還幫人家辦公民的手續 我說你現在是公民了 你同意別人辦庇護 他和我的想法一模一樣 他們都會這麼說 如果像我們這樣的人 我是同意的 你明白嗎 就是你只是在辦庇護的時候 你撒了謊 你拿到了這個身份以後 你是好好的努力 因為他們辦庇護的你知道嗎 拿到了綠康以後 讀書不僅不花錢 國家每個月還要給你幾百塊 一千塊錢的生活費 他們得多感激這個國家 對 稍等一下 他說像我們這樣的人 他是同意的 他如何能夠分辨這一個人 是像他們這樣的人 還是不像他們這樣的人 他是通過什麼來分辨的 我認為是以結果來定的 他不是說人群來分的 就是說你拿到了這個身份以後 你是努力的去讀書 畢業了以後 在這個國家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為這個國家 你交稅也是正常交的 你房子也是正常買的 你生孩子 孩子教育得非常好 這就叫做我們這樣的人 你不讀書也行 你開了兩家店 你交稅交了很多 你也從來不犯法 而不是說你辦庇護 你也無所謂過不過 過了以後 你也就賺錢往家裡借 過個十幾二十年 把身份一賣 我們華人是模範移民嗎 我們模範移民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國人喜歡祖國 喜歡幹這種事 刷假卡都有中國人 這就不是我們這樣的人 對 我也是這麼認為的 如果說半政治庇護 你在這上面犯了錯 你撒了謊 但是你之後 所有的路 都是按照他們 這麼努力的去做的 我覺得半政治庇護 怎麼不好 這是美國給你的機會嗎 對啊 我覺得沒有 這也是中國給你的機會 這個國家有可能 帶給你唯一的一個好處 就是給了你一個 在美國半政治庇護的機會吧 我說中國 對 他有可能唯一給你 占了一個便宜 如果你生活在台灣 你有可能 這就是台灣 不如中國的地方了 台灣人不能辦政治庇護 我以前 我以前有個台灣人同事 他說 你會做這個 我說對呀 他說 我能辦嗎 我說你不能辦 台灣人沒有資格 對呀 這事實 台灣的確不如中國呀 台灣人幹個國 他只能好好讀書 找個工作 或者說結婚 他沒有任何辦法 你台灣 你說你台灣被破壞了 不可能的 你看看 你看看 我們又在這個裡面找到了一條 中國必須有必要統一台灣的理由 這樣台灣人也可以辦了 對呀 這的確是這樣 有很多台灣人想留在美國的 他們可以隨時來美國 但他留不下來 我剛剛有個朋友 他說他台積電了 他台積電了 他還留不了美國 我現在住的地方就在台積電旁邊 然後他還 對 我現在在路上看到台灣人 我就說一個個都行走到50萬 我把他們綁了 送到大陸去 我就賺錢了 全都是台積電 全是新建人才 對 對 菲尼克斯新造的 所以說中國還是有好處 非常感謝你 給我上了一個小時的課 然後希望也讓很多我們的聽眾了解更多 如果您還有問題 歡迎在評論給我們留言 如果你也是辦政治庇護來的人 您如果對剛才這位先生講的 感覺心裡特別有共鳴的話 也歡迎你跟我聯繫 是吧 到時候我們也可以來聊一下你的親人感受 好 在這裡再次感謝您 謝謝 不客氣 拜拜 好的 謝謝 拜拜 晚安